唐国强的老家在山东青岛 他的家庭并不怎么富贵 仅仅是一个普通工人家庭 从小时候起 唐国强就长得十分俊秀 同时 他身上还有着与生俱来的艺术细胞 外貌的加持和天生的文艺细胞 算是为唐国强以后踏上演艺道路打下了基础 不过唐国强的演艺之路并没有那么顺利 由于家庭条件实在不好 初中毕业后 唐国强就不再继续上学读书了 被分配到了当地的一家铁架厂 成了里面的一名工人 不过唐国强并不甘心一辈子埋没于此 他希望能有机会成为一个演员 经过几番周折之后 唐国强终于得偿所愿 建了青岛话剧社 23岁那年 唐国强以极佳的气质形象 被八一制片厂看重 1977年 25岁的唐国强 惊人介绍认识了孙涛 当时唐国强刚从青岛话剧院 调到八一电影制片厂 是个临时演员 而孙涛是军医大学毕业的助理医师 父亲是工程兵部队政治部副主任 正军级干部 当时孙涛对唐国强一见钟情 虽然并不是门当户对 但是两人却拟情我愿谈起恋爱 此后 唐国强在妻子关系的帮助下 出演了不少电影主角 1979年电影 小花封米全国 因为爱吃奶油 从此唐国强获得奶油小生的称号 之后 唐国强又出演孔雀公主 秀气的外表 让他再次封米全国 1979年 唐国强和孙涛举行了婚礼 1983年 唐国强更是凭借高山下的花环 成为一线男演员 人气高涨 在1983年 两人生下了一个女儿 孙涛非常爱唐国强 1985年 《人才天地》杂志 曾报道过他们的感情 是这样写的 下了班的孙涛会为了唐国强 把饭菜热了又凉 凉了又热 唐国强每次练习书法 都有孙涛铺好纸 磨好墨 为了让拍片回来的唐国强休息充分 家务是几乎都是孙涛包了 基本上唐国强说什么 他做什么 很快 这些事迹也传了出来 大家也给孙涛起了个外号 唐办主任 为此 孙涛的母亲还十分吃醋 说他对唐国强比对父母都好 他为唐国强付出太多了 然而当婚姻 进入第十个年头时 也就是1989年 唐国强提出了离婚 理由是唐国强觉得两个人之间没有感情 但是孙涛不这么认为 也坚决不离婚 只是他的执着并没有挽回唐国强 1990年除夕 孙涛抛下了女儿 在卫生间自以身亡 他还给自己的女儿留了遗书 在遗书中 他写到唐国强把善良的他抛弃了 他让女儿给自己报仇 其实 孙涛给自己的女儿留下了两份遗书 一份里边记录了对唐国强的谴责 以及自己的无奈 另一份遗书中写了对女儿的爱和劝告 他在遗书中写道 唐国强把热情都给了别的女人 但是把严肃 没耐心 猜疑等缺点都留给了家人 孙涛表示自己的心很痛 唐国强一步步地把他逼向了深渊 字里行间充满了太多的无奈 孙涛在这段婚姻里清尽所有 最终仍惨遭爱人抛弃 而唐国强在一时之间臭名昭著 八一厂更是做出了将他开除的决定 唐国强从神坛跌落 成为众矢之地的对象 被八一厂开除之后 唐国强在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得以落脚 因为承受着巨大的舆论压力 他一度情绪低迷 一蹶不振 孙涛自杀 是因为患有精神疾病 那份遗书上的内容都不是真实的 虽然唐国强做了解释 但显然并没有多少人相信 在这种情况下 唐国强也无力照顾女儿 便将他送到父母家中 带为抚养 在这段最为艰难的时间里 壮丽一直对唐国强不离不弃 陪着他走到一切回归正常 在孙涛去世的第二年 他们就火速领了结婚证 结婚以来 壮丽就将唐力接了回来 亲自照顾他 不得不说 壮丽在这方面确实做得很不错 多年来 将唐力视如己出 唐力很喜欢后妈壮丽 很喜欢现在的这个家庭氛围 甚至于当媒体问他 心里恨不恨父亲唐国强时 他还觉得不是父亲的错 一切都是两人不合适造成的 母亲太过强势 也太多疑 心胸太过狭隘 才会一时想不开 选择自杀 唐力说父亲是一个很好的人 继母对父亲帮助很大 放弃了自己的事业 维护这个家 很不容易 可见女儿并没有憎恨继母 也没有为母亲报仇 而是选择接受了 俗话说 清官难断家务事 曾经爱得死去活来 海市山盟 后来却恶语相向老死不相往来 又有多少人对待外人客气恭敬 对家人却要求苛刻 发脾气没耐心 所以人和人相处 不管任何时候 都应该多一些宽容和谅解 不要等到无法挽回才后悔莫及 对于于孙涛留下的遗书 唐国强说 事情过去了14年 遗书的真假难辨 他还说 时间是最好的是今时 事实真相究竟如何 不认识 外人可能真的无法得知 唐国强是否出轨 年代久远 很多东西无从考证 过去的孰是孰非 也没有几个人关心了 孙涛的事情也告诉我们 女孩子一定要有自己的事业 不管是恋爱还是结婚 无论在什么关系中 都不能失去自我 要坚持做自己 要不然悲剧的就是自己 如今的唐国强在表演事业上 已经算是功成名就 但是他的过往感情经历 一直是他无法辩解的黑料 只是一切都将成为往事 如今的他与壮丽被誉为 圈内琴瑟和鸣的模范抗壁 前妻孙涛 几乎被大家遗忘到脑后 最让人疼惜地 莫过于孙涛的父母 相信女儿的促然离去 是他们终生 无法释怀的悲痛